刚才我们表现实际好了 刚才我们表现实际好了 表现实际好了还没有规范化呢 要规范一下 就是说你刚才把房子建好了 房子建好了还没有打扫打扫 还没有装修装修呢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规范化 规范化通过三番式来规范化 通过数据规范化 规范化通过三个级别啊 三个范式 三个范式 三个范式它的规则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范式第二范式第三范式 它的规则就是说你要想满足第二范式 必须先满足第一范式 你不能上来立马就是第二范式第三范式 你不能这样的 先满足第一范式满足以后才能说第二范式 第二范式满足以后才能说第三范式 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 你不能上来说第三范式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啊 一步一步走 好 那么下面我们说第一范式 什么是第一范式呢 第一范式是确保美列原子性 第一范式是确保美列的原子性 就是每一个字段不可再分 就是每一个字段不可再分啊 确保美列原子性 来我们看一下 我把这个 来我们 请问这个地址是不是中国北京是吧 美国纽约 它可不可以再分 可以再分 就是这个它不是原子性 第一范式啊 是确保美列原子性 就是每一范式要分到不可再分了 才行 好 看这儿 把它 这个地址把它分解成 国家和城市 把分解成国家和城市 下面看一看这道题 说落下表是否合理 第一个有半级变号 半级名称 在哪个教室 对吧 上课时间 是从几号 到几号 这是2018 2019年吧 请问 这个满不满个第一范式 你 批评和74 可以分吗 批评和74 啊 批评和74 也可以分啊 是 班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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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 你咋子分啊 班级名称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了 你们说比如李白 本身李和白 有这么分吗 学习的那个 学习的那个 课程和那个 班级名称 我们班就叫 批评77 我们班就叫批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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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不满足第一番事 满足吗 不满足 不满足 时间是否 这是不是起死时间 和结束时间吧 对 所以这个标 要把它写成是什么呢 编号 名称 交时 这是开办时间 是吧 这是开办时间 这是 毕业时间 毕业时间 是吧 毕业时间 那么这时候 你怎么来区分呢 要 stay 是不是这样就对了 要确保美丽的原子性啊 这个 是 是 商客 时间 可以 再分 那这样我还能再分 这里到十分秒毫秒 是 那这样我还能再分 你给那个区额瓶就叫什么 那区额瓶就叫什么 来思考一个问题 来思考一个问题 他们 当我讲到这道题的时候 说你是把这个地址啊 分成了国家和城市是吧 那么 都可以想啊 说那我将来啊 我将来 在 这个 要是 开发一个就是 比如说这个 这个商城 商城的那个地址 你的那个地址 那我要拆分 省 市 县 乡村 小组吗 这时候 不是的 我们讲的 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要拆分 我也说一下啊 说一下为什么要拆分 如果我不拆分 讲来我要统计 请你统计 中国的 中国的订单有哪些 你好统计吗 就是我不拆分 不拆分你好统计 中国的 中国的这个 比如中国的 我统计北京的订单有哪些 我统计这个 纽约的订单有哪些 好统计吗 好统计 但是如果一拆分的话 是不是就北京的 中国的 是不是就好统计了 所以为什么要拆分 拆分的目的就是 为了将来好运算 第一个意思吧 就是你拆分的目的 为什么你要保证原子性 你为什么要把它拆分下来 拆分的原因是为了它好运算 讲来好计算 或者好统计 好几个条件查询嘛 维尔 国家等于中国 维尔 城市等于什么 是不是好查询 但是如果 如果 它仅仅起一个地址的作用 如果将来不需要查询 还需要把拆分吗 不需要 不需要 就是确保每年原子性 这一个东西 你一定要活学活用 千万不要死般较较 说那你要 那你要这么说 那我就是姓名 我把它拆成姓和名 那你要这么拆 那不就把人家给拆死啊 是不是啊 那如果说 比如说我要统计一下 我们班按姓来统计 我们班有几个姓张的 有几个姓李的 这时候你要不要拆分 这时候你肯定要拆分了 那姓是什么 名是什么 是不是啊 这时候你要拆分了 但是有人都不统计吗 说我们班有几个姓张的 有几个姓李的 不需要 所以说这几个姓名 要不要拆分 不需要拆分 它只起一个字符的作用 它只起一个字符的作用 所以这里面 思考 比如说省市县 地区 需不需要再拆分 这时候如果仅仅只起一个地址的作用 不需要统计 你不需要拆分 但是如果我肯定干什么 要按地区 我将来啊 要按地区来统计的话 在项目中 你就需要拆分 大家 你们下午的时候 去看一看 你们的那个京东 京东当你选地址的时候 选地址 它是让你选的 而不是让 没有让你输 只要让你每一个选项 它的数据库里面 都堆着一个字段 你就看一看京东 它那个字段 拆分到哪个地步了 今天下午 不是下午 郭二零 你下课吃饭的时候 打开京东的那个送货的 就是被一个地址嘛 第一次的时候 你会发现是什么 是不是神 士 县 是吧 是不是有街道 街道完了 是不是就没有了 街道完了 就没有了 街道完了 底下 是不是最后 最后是自转自己输入的 哎 街道完了 最后是自转自己输入的 那就说明 在京东的数据库里面的设计 它有什么 省、市、县、街道 这在那儿就结束了 听没有 是吧 这在那儿就结束了 后面那个 它就 就是一个普通地址了 说明它 将来京东的统计 它统计哪儿啊 统计在街道 它为什么会这么统计呢 它就看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街道比较多的话 我是不是觉得可以设置一个什么 什么 配送员啊之类的 假设这些数据可以支撑它的 就如果 哎呀 这个街道 这个街道 买的人多 那我在这个街道 在附近 我肯定去设立一个仓库 去设立一个仓库 我就设立一个什么配送员 所以这个数据能够支撑它 它后面的运营呢 所以它就去拆分 如果它仅仅 仅仅起一个地址的作用 比如说你开发了一个 开发了一个商城 你这个商城 你为什么写地址啊 你写地址墓里就是为了给它寄东西 如果就是给它为了寄东西 你又不统计 你需要裁缝吗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第一番是 确保美类原子性